曼哈顿的一条蒸汽管道周三早上破裂,导致中城多条街道被关闭,并造成严重的交通延误。 多个部门目前正在检查空气中是否存在任何失眠。 据市消防局说,事发于周三凌晨2点左右,街报曼哈顿中城东53街和第二大道的一条蒸汽管道破裂,情况后来持续恶化。 警方随即封锁了莱辛顿大道和第一大道之间的东51街至东54街,并建议附近的居民留在室内和关闭窗户。 消防官员说,目前商务人员伤亡的报告,但联合爱德联合公司指出,有至少7人受到影响。 联合爱迪生蒸汽运营副总裁格兰特表示,目前蒸汽泄漏的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由于潜在的失眠泄漏, 当局正在与其他机构密切合作并进行监测,确定空气中是否存在任何失眠。 附近的建筑物和停放的汽车也将接受污染检查,确保公众和员工的安全。 在测试完成前,街道将保持关闭。 市警级管理部门说,该地区的交通受到干扰,促请通勤者考虑采取替代路线, 同时为市民提供N95口罩。 警方也将护送可能有疑虑的人士离开该地区,管道破裂的起因目前仍在调查。 除夕将指,马哈顿时报广场倒数活动主办单位周三公布了今年水晶球的新设计图案。 与此同时,为防止任何抗议者扰乱倒数活动, 纽约市警将采取一系列行动加强安全措施。 主办单位今年与丰丹白露·拉斯维加斯合作设计, 新水晶球上有两个三角形形成的保态图案, 标志着时报广场曾经被认为保态的时代。 根据时报广场联盟介绍, 今年水晶球直径12英尺,重量近12000磅, 有2688块三角形水晶面板和32256个节能LED灯泡组成。 倒数娱乐的总裁劳特斯表示, 保态图案将于2024巨型数字上方亮起, 随后会一直下降,然后停留在高位。 市民可以在任何时候前往观赏水晶球。 随着倒数活动将至, 市长亚当斯日前表示, 鉴于有亲巴勒斯坦抗议者扰乱了今年的 洛克菲勒中心圣诞树亮灯仪式和梅西百货感恩节游行, 当局确信,时报广场的除夕倒数也会受到干扰。 市警已计划当天部署数千名制服和便衣警察, 并使用不同的技术和策略来监控任何潜在威胁。 警方强调,当局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可信的威胁。 此外,从除夕当日中午开始, 任何进入时报广场地区的人士都必须通过警察、 检查站和安全检查。 时报广场联盟也会直接与市警、 私人保全公司和联邦当局合作, 以确保安全。 MTA宣布,从即日起到3月11日, 就曼哈顿拥堵收费举行公众评审期, 并在明年举行四场公开听证会, 让公众就收费草案发表意见。 在此期间,公众被邀请透过电子邮件、 邮寄和传真以及电话留言等方式发表意见。 MTA同时表示,将于明年2月29日下午6点、 3月1日上午10点及3月4日上午10点和下午6点, 在曼哈顿下城白老会2号20楼的董事会会议室 举行四场公听会。 市民除了可亲身到场外, 也可以选择透过Zoom或电话远程参与。 有意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众, 需要提前于网上或致电公众听证会热线 646-252-6777报名登记。 登记报名将在每次听证会开始前一周开放, 并在听证会开始后30分钟关闭, 每位发言者将有最多2分钟发言时间。 此外,听证会也将在MTA的网站和YouTube频道上进行直播。 MTA董事会于12月初投票批准了拥堵收费草案。 根据草案, 所有进入曼哈顿60街以南地区的车辆将被收取通行费, 使用EasyPass基本收费为15元, 并根据车辆的类型有所调整。 如果草案在经过公众审查程序之后获批, 收费最早可能在明年6月开始。 皇后区周二晚上发生一宗枪杀案, 一名受伤的男子开车前往市警局求助, 同行的女乘客则伤重不致身亡,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案件。 据市警说, 周二晚上11点55分左右, 一名39岁的男子驾驶着一辆满是淡痕的黑色本田轿车, 到皇后区列治文山91大道的103市警分局求助, 称他和同行的女子被枪击。 警方证实, 28岁的女乘客来自布鲁克林的布尔哥斯头部中枪, 被当场宣告死亡, 而男子身上中了6枪, 他被紧急送往亚马加医院, 目前情况稳定。 警方经调查后, 确定枪击案发生在南李氏满山127街和自由大道附近的十字路口, 距离103分局约有2.5英里。 据悉, 两人当时坐在停泊在路边的车辆上, 期间被至少两名枪手枪击, 向车辆的两侧开枪。 警方在犯罪现场的初步调查中, 发现了至少20个弹壳。 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动机, 以及死伤者之间的关系, 目前尚未有人被捕。